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居民多年的争取 终于在今年开始迁移 未来还将美化成为櫻花林公园 让居民是相当期待 闻山区第十二号公墓已于今年四月进行迁移工程 预计民国一百零二年完工 墓地将改建为公园 铺设櫻花林步道 打造地方特色 今年四月份我们坟墓开始迁移 迁移之后会影响到我们周边的第一个生态 第二个我们房价 还有我们的生活机能会提升 提高我们心态里的生活机能 还有我们的里长一直希望我们心态里变成了那个櫻花林 很漂亮 可以美化我们心态里的环境 完工后将以生态工法建造櫻花林公园 未来公园内不会设置良品 减少人为占用的机会 步道将选择天然材质 提供居民绿化与舒适的新空间 镜头转到台南带您去看一位玉雕师傅 他用心琢磨 把生命的感受融入到作品当中 也让台湾玉雕能够在大陆进口品充斥当中展现本土特色 玉器一直以来选受东方民族喜爱 因此玉雕行业营运而生 但在大量开采玉石与学家竞争的劣势下 玉雕市场品质不如遗忘 也由于大陆的玉雕饰品大量流进台湾 使台湾市场的玉雕产物随处可见 无形中使玉雕创作的艺术性无法提升 位于台南市崇山一街的工匠师傅黄福寿 为台湾少数的玉雕工艺家 黄师傅将生活中所体会到的感动 作为创作灵感的发想 并用心与作品对话 雕刻每一件作品 使他的艺术创作蕴含无限的生命力 这件作品叫做《红尘》 生命或生活的历程大概是 不断地在节节 不断地在解脱 也不断地在缠着 在雕刻技法上 黄师傅刚中带柔的雕刻笔触 温润的线条使作品更富延展性 全神贯注在每一个细节 只为了使作品更为出色 黄师傅的雕刻技巧 不再拘泥于技法的表现 而是融会贯通 雕出富含柔软生命力的线条 缸中带柔 柔中带缸 正是黄师傅作品中最常见的特色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每年举办的公民新闻奖 已经开始报名了哦 而今年我们特别分为三分钟以下的短片组 以及三到十分钟的专题报道组 详细的参赛办法 请大家可以上PayPal公民新闻平台的网站查阅 而秦琳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管你是不是PayPal的公民记者 都可以报名参加哦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